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适合日常又脑洞大开的剧情 这部剧在当时取得了优秀的收视率 快乐星球第一部的主线剧情说起来很简单 在老顽童爷爷的带领下 快乐星球上的假小子连绒包 小发明家多面体 乖乖女冰柠檬 花费了一年时间帮助地球人丁凯勒找回了快乐 第一部每一集都是独立的故事 其中有很多小故事都值得重温 青蛙野疯狂里会爆树的青蛙看成童年阴影 星球保卫战里的外星人 后来甚至被打上了哲学的标签 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部剧的音乐 小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地哼唱 我要飞我要飞 移过了很久片头曲中的快乐小少年 金银铜点蛋到底是什么意思 长大后反而对片尾曲月亮传念念不忘 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讲 明明是既轻快又朗朗上口的旋律 可是却不知为何我每次看到听到这首歌时 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逻辑之感 仿佛有人在我的胸口看了一枪 当我重温这部剧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剧情里早就对这句歌词有了注解 在第一部第十一集里 乐乐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十岁生日 她爸爸却因为加班不能陪她 而妈妈因为出差回不来 乐乐一个人在家 烦躁地敲击着电脑上的空格键 想要找快乐星球的小伙伴们倾诉时 却听见有人敲门 她纳闷地走过去开门 发现妈妈竟然回来了 喜不自身的乐乐和妈妈一起去下馆子 逛商场 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跟妈妈讲话 乐乐觉得今天的妈妈 行为与预言都与平常不太一样 甚至比平时的妈妈对自己更好 看待事物也更符合孩子的视角 在遇到歹徒的时候 妈妈还突然学会了武功 打走了歹徒 乐乐隐隐觉得这个妈妈 可能和快乐星球的多面体有关 但她并没有在意 还是和她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晚上回到家 妈妈就突然主动说 自己该走了 乐乐 我该走了 其实妈妈是个机器人 最后 乐乐深思历劫地 挽留着直将离去的假妈妈 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正在她伤心地回忆着和假妈妈 度过的快乐的一天时 在妈妈给她打来电话 她就擦了擦眼泪说 妈妈 我今天过得很快乐 十岁的乐乐已经知道 为了照顾妈妈的情绪 有些感情只能埋藏在心里 就算自己还在流泪 也要告诉妈妈 一切都好 这也印证了那句歌词 就算对自己的航程 有再多的担忧与恐惧 还是要说一句 别担心 不过第一步前进的乐乐 可不是这样的形象 第一集中的乐乐 是个在学校 要被金刚 小九九 胖哥欺负 回到家 要应付繁重的作业 周末 还要被妈妈 逼着上补习班的苦逼小孩 小时候我觉得 这简直就是现实中的我 班上总有那么几个 不对付的同学 回家 曾有做不完的作业 只不过 乐乐还可以通过 玩电脑游戏释放压力 而我小学的时候 房间里 可没有放着一台大屁股电脑 就是这台电脑 让乐乐联系上了快乐星球 有一天 乐乐因为压力太大 把门反锁起来 开始打游戏 一不小心 进入了快乐星球 而快乐星球的故事 也就是从这里正式开始 为了逃避补习班 找回快乐 乐乐和快乐星球的小伙伴们 想尽了各种办法 用智能体温计 假装生病 用记忆面包被刻纹 用金色羽毛 自动画画 在他们的帮助下 乐乐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有担当 各种与坏人斗智斗勇 在第五十集 甚至还化身网络警察 破解了赌博网站的密码 歹徒知道后 把乐乐父子俩都抓了起来 机制的乐乐 找到机会向快乐星球求助 多命体带着一堆快乐星球的新科技 陪乐乐回到了地球 把歹徒们好好整了一顿 化解了危机 除了乐乐之外 这一年里 剧中其他角色 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长 这一点 在最后一次考试中 展现的人影机制 考试之前 校长参加了四一班 二十年后的我主题班会 发表了一番 关于诚实无价的演讲 诚实无价 讲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将来你们会明白的 宣布四一班 即将作为试点班 实行一次无人监考考试 对四一班充满信心的校长 甚至亲自跟教导主任 打下了豪赌 如果四一班有人作弊 校长将围着操场跑三圈 曾经作弊过的胖哥孙也 成为了重点照顾对象 东方老师找他约谈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 自己不会再作弊 并向东方老师 重复了校长说的 诚实无价 要知道在第三集里 东方老师不满班上同学 选举乐乐当班长 不信任乐乐的能力 跟校长说 马湘宇各方面都更适合当班长 甚至还提出马湘宇的爸爸 是教育局局长 校长听到这里冷笑了一声 哼 这一点很重要吗 当时的东方老师 听到这句话之后 低头叹了叹气 虽然当时的乐乐 确实不适合当班长 才几天就因为一些事情 被撸了下来 并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作为一名老师 信任并帮助自己的学生 有时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老师们大公无私的信任和帮助 对于年少的学生们而言 是莫大的支持 而这一次 东方老师 则选择了完全信任胖哥 定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考试之前 小九九真的发现胖哥 准备了一张纸条 胖哥打死都不给小九九 看纸条的内容 小九九把纸条的事 告诉了东方老师 考试时 教导主任通过私自安装的监控 发现了孙爷 在偷看这张纸条 赶紧打电话 把校长叫来看胖哥作弊的证据 考完试 他们把胖哥准备的纸条 拿来看去发现 上面写着 打死我也不抄 原来孙爷 只是为了监禁自己的信念 而准备了这张纸条 并没有辜负东方老师 和校长的信任 这次考试同时 也是乐乐与快乐星球 一年之约的终点 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快乐的乐乐 也越来越不需要 快乐星球的帮助了 眼看一年的时间快到头了 快乐星球的小伙伴们 害怕失去乐乐 为了证明乐乐还需要他们 在这次考试里 主动利用高科技 帮助乐乐作弊 但乐乐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交上了一份诚实的打卷 最终四一班 没有一个人作弊 乐乐也永远告别了快乐星球 如果说第一部成长的烦恼 过于沉重 那么第二部艾克 与宿舍六个小男孩的友情 与黑暗星球的对抗 则更有科幻感 也更加让人朴富 与第一部温柔软诺 令人心疼的乐乐不同 快乐星球第二部的主角艾克 是个高冷霸道的天才小科学家 沉迷科学的艾克 在聚集的一开始 不太能够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老顽童爷爷 为了他能够理解真正的友谊 把他和艾雪送到了地球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克星球 为了摧毁快乐星球 派出了高智能机器人008 到地球监视艾克 试图从他身上 获取快乐星球的资料 008想办法 成为了艾克他们学校的电脑老师 吉老师 和艾克斗智斗勇 斗了一整年 吉老师的计谋 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败 但也有成功的时候 大克星球的首领业余时间 也喜欢研究一些小发明 第十二集里 就发明了一根自私神针 吉老师成功的 将自私神针 插进了何大利脑子里 而且一插就是插到了结局 也让何大利成为了班上的反派角色 吉老师还采集到了艾雪的基因数据 第四十八集恐怖天使里 大克星球的首领 根据这些数据 发明了一种新的气体 根据首领的说法 说他恐怖 是因为凡是吸露这些气体的人 都会无条件的效忠我们 说他是天使 是因为他的味道 简直太迷人了 没有人可以拒绝他的诱惑 他们拿四一班的学生 实验气体的效果 但意外的是 这种气体对快乐星球的人 并没有效果 吉老师在四一班 释放了这种气体后 除了艾克 艾雪 其他的同学老师们 都因为吸露了这种气体 形容昏迷 艾克看到昏睡中的同学老师们 按捺不住自己焦躁的心情 他不够危险 把装有恐怖天使的容器 偷到了快乐星球 不用获取气体的资料 老丸童爷爷 只能一边掉火离山 引开大个星球手里 一边派艾克和笨本 冒险潜入黑暗星球 抽取资料 小时候 看这段潜入的情节 觉得无比紧张 红黑配色的黑暗星球 仿佛一个不透气的牢笼 生怕艾克和笨本被憋死在里面 现在再看才发现 呀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星球 艾克和笨本进入黑暗星球后 分秒必争的进行了一段伴随 然后 直接拉响了黑暗星球的警报 这时 控制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大颗星球的留守警卫 端着枪慢慢走进来 艾克和笨本 吓得双双成为伏地魔 警卫没有找到他们 暂时离开了 他们也开始破解 黑暗星球的控制台 就在这时 警卫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艾克与笨本瞬间掏出光剑 也看着就要正面碰撞了 但是预想中激烈的战斗并没有发生 反派警卫进行了一波嘴炮之后 被艾克顺秒 艾克和笨本 也顺理成章的 带着资料回到了快乐星球 拯救了死一半 在紧张的主线剧情中 多敢搞笑的快乐星球2 日常剧情里 也免不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其中最出名的 应该是七国语言 在第三之三集中 艾克班里转栏了一个神童 孟波 孟波生活自理能力为零 但拥有超越同龄人的知识和智商 不服气的艾克在同学的怂恿下 与孟波进行了一番智力上的较量 在鄙视了背诗与智力题之后 同学们提出要鄙视外语 孟波又标准的英语说出 Hello, nice to me, 秋后 艾克发出了机里呼噜的声音 并宣声自己说的是日语、英语、德语 意大利语、澳大利语、阿根廷语、俄罗斯语 七国语言 曾经的我其实默默羡慕过 会七国语言的艾克 但是重看时却只能轻态 这部剧的工作人员素养真的是很高 果然是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想 当然就像所有儿童剧的反叛一样 姬老师最终没有得逞 在最终期里 还是被老顽童爷爷改造 加入了快乐星球 快乐星球2也就再次告一段落了 为了出三四部的时候 我也已经不再是看儿童剧的年纪 据说第五部也已经拍完 但至今没有上映 电影版快乐星球之36号 于2018年上映 但也反响频频 曾经朝夕相处的演员们 这些年也有了不能的生活轨迹 据说连笼包已经当妈了 欧阳老师也嫁给了 欢乐送礼的小包总 冰柠檬还在为快乐星球 大电影助力丁凯乐 早已经淡出演艺圈 成为了现实中的男神 同样帅气的艾克 则被爆出出鬼丑闻 也许最好的快乐星球 只能留在最好的回忆里吧 我是陈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长按大拇指 来一波素食三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